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當我讀聖經的時候 我讀到約翰福音 你知道約翰福音是唯一一個 自稱自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的人 我想說約翰這個人是怎樣 他自戀嗎 還是怎樣 我舉個例子 讓你感受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回家寫的日記 我就寫 今天所敬愛的周神柱牧師與劉群茂牧師 以及耶穌所愛的牧師一起吃飯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寫很自戀 如果這樣寫我真的覺得我太自戀 那約翰怎麼會這樣寫呢 他在整個約翰福音裡面都自稱 耶穌所愛的門徒 原來他不是自戀 原來他有一個特別的啟示跟特別的原因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這會成為你很大的幫助 讓我們來看聖經 約翰福音21章7節 耶穌所愛的曼凸對彼得說是主 這時西門彼得 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 就樹上肩外衣跳在海裡 首先我讀到這經文就覺得 按照這個經文的時間點 是在西門彼得三次不認主 背叛耶穌之後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像 西門彼得就 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 就樹上肩外衣跳在海裡 往另外一邊遊走逃走了 沒想到你繼續讀經文看下去 西門彼得是游向耶穌 顯然這裡面有什麼理由 顯然這裡面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很像這個經文的最前面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 答案就在這裡 你可能覺得還不懂 我現在在告訴你什麼 請繼續往後看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馬太福音26章33節 彼得說 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 你知道這個時間點在哪裡 在最後晚餐 彼得說 就算這些人 這一群人裡面 當然包括約翰 當然還包括了 真的離開主的 背棄主的猶大 還有剩下的門徒們 可是彼得說 我絕對不會 我絕對不會離開你 我永遠不要離開你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到34節 耶穌就預言告訴你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夜計較 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這是耶穌宣告的 一個將要發生的事 因為祂是全能的主 祂預言這件事 再看下一個經文 35節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你 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你知道這有點像是 你在選舉的時候 選前之夜 每一個人都算了 都算了 都算了 我一定會支持你 我一定會支持你 結果你隔天根本沒去投票 很像是這樣 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你 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你知道十二使徒裡面 就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撐到十字架下面 只有一個人從頭到尾 都跟著主沒有逃走 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就是前面所說的 耶穌所愛的門徒 約翰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約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節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 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 母親看你的兒子 你知道嗎 當你即將離開世界的時候 你會把你最看重的 最珍惜的 托給你最信賴的人 耶穌在十字架上即將離開這個世界 他把他最愛的母親 托給誰 托給他所愛的那門徒 約翰說 母親你看你的兒子 你曉得為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彼得是為什麼沒有跳到另外一邊去 他清楚的看到一件事 約翰誇耀自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而彼得誇耀是我能夠愛耶穌 耶穌我要為你死 而約翰只說我就是神所愛的 你看後來的結果 約翰是唯一支撐到十字架下面的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再誇耀你很能夠愛耶穌 你很能服侍耶穌 你很能奉獻 你很能為耶穌做什麼 你要誇耀的是 耶穌很能夠愛我 耶穌為我完成這一切事 這一切是耶穌做成的 當你知道耶穌何等愛你的時候 那個力量不會改變 你的力量 你的愛 今天你可能這麼這麼這麼愛耶穌 但是明天你被老闆罵你的愛到這裡 後天你跟你老婆吵架到這裡 再回到家你兒子很吵 你受不了你的愛到這裡 最後你真的最後包掉 你什麼都沒有 就像彼得 所以彼得後來懂得一件事 我要趕快游向那個愛我的耶穌 他樹上的外衣 游向那個耶穌 那位永遠愛他的耶穌 最後彼得也完成了他人生的呼召 他為耶穌倒釘十字架 因為他不再誇耀自己愛 他誇耀的是耶穌所愛的彼得 你也可以這樣子讓我來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在螢幕前面的朋友 你要知道你不用再誇耀你很能夠愛耶穌 你的愛是有限的 是沒有辦法持久的 但是耶穌的愛永遠不改變 沒有什麼能夠使神的愛與你隔絕 患難 刀劍 困苦 逼迫 赤身落底 都不能使神的愛與你隔絕 你可以永遠抓住這個愛 不要繼續誇耀自己能夠為耶穌做很多 誇耀耶穌為你做這麼多 你就能夠真正的與他一起 同受苦難 同得榮耀 奉耶穌祢祝福你 經歷他豐盛美好的人生 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 Amen Amen